大家好,又到一個冷眼旁觀的節目 今天要跟大家講講的議題 國家有難就沉疑是,半路常遇白眼狼 這個冷眼起的標題,我覺得非常之正 所以都會沿用 今天為什麼要這樣講這個問題呢? 因為我們看到國家其實遇過很多風風雨 有很多人其實是不是在幫忙呢? 還是在玩東西呢? 包括現在也有很多所謂的工資 我們也知道特區政府裏面 大家也知道之前,鳳Sir、馮偉光所說的AO黨 也不時存在 還有李慧斯最近說,中國隊到日本隊 希望日本隊贏 這些沒有自己國家觀念的人真的不知道說什麼好 所以今晚跟大家聊聊個內容 希望給大家一個提護官頂 阿兄你好 多謝多謝各位支持 今天我想講的題目 大衛sir都講得很清楚 就是講白眼狼 白眼狼一般都是亡因負義的人 尤其是那些是不養父母的那些 就叫做白眼狼 那在最近這兩三年來 我就會看到很清晰 我們中國是被外國連番攻擊 是圍繳的 就是用很多不合扶情理 無理取鬧 或者是插裝嫁禍 在裡面是直接間接這樣 來支助一些亂黨 來搞局 想搞死香港的 但是在這個環境裡面 其實我們身為香港人 香港人其實是一個 這次在這件事裡面 其實我們是受害者來的 因為香港一向以來 是純粹做生意的 我們對政治是沒有熱衷的 這麼多年以來 是後來彭定康就把那些立法局議席 和區議會無限擴大之後 才多了很多議席 原來很多人可以是透過做議員 可以賺到錢的 那你可以看到後來 其實那時候泛民很多人 輸完又選 輸完又選 就做商料議員 哇 扶盤這個土門場費 但是實際上這些人 是不是真真正正正 是對政治有興趣 是對這個民生 是為了這個香港去做事呢 這個我很想覺得 那這個沒有這個我口飛 你有這樣的機會 我就去做了 是吧 那如果個個都不參與的話 可能更加沒有意思 好了 但是在這件事裡面 我們看到一樣東西 就是香港人 是很聰明的 但是沒有智慧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香港人賺錢很聰明 解決問題很聰明 但是他們不知道 其實那個問題在哪裡 或者他們以為那個不是問題 其實那個是問題 又或者以為那個是問題 其實那個不是問題 我講得夠不夠清晰 嗯 清晰 他們根本這些人看不到 原來他搞死香港 幫這個外國勢力 反中 反共 到最後的受害者是他自己 是他的家人 是他的後代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只是在做一個漢奸的工作 但是他還真真有辭 還要走出來以正而自厭 那這裡面有很多人 我稍後都會做個數出來 但是 令我最失望的就是 我覺得有些很聰明的人 應該是有些智慧的人 原來都是不樂意識 甚至乎是完全被我高估了 那 其中有很多 當時在未曾有這個黑暴事件之前 在很多的不同的範疇 都是review者來的 譬如在政界、商界、運動界 在娛樂界 很多 但是這些人 他不出聲就沒有人說是啞的 你不出聲 我都不知道你很窮 誰知你出聲 我就知道你很窮 因為 我和女生吃過 打爛 你竟然嫌我咸蛋貴 你不出聲就沒有人 因為我請你 你竟然跟我說 大家想吃一隻鹹蛋 你說 哇 鹹蛋十分之一 就沒有鬼 我知道 原來貧臨這個破散邊緣 還有一個道理 你不出來說這麼多話 就沒有人知道你原來是黃絲 也不知道你原來 那個腦子那裡 原來全部是裝糞 那些人 講一些話似乎 很有道理 似乎很公道 似乎很為香港人設想 其實你是害死香港 那你害死人 我終於說什麼就說什麼 你害不害死人 你不要忘記 其實你是一個icon 你在娛樂區這些大哥大姐 很多人都是覺得你說的 言言之成你 你有一個奮鬥師 人人認為你是一個懂事的人 還有你是有識之士 而你居然你都反對中國 反對共產黨 是去幫美國人做事 沒有很多美國人說話 那那幫小孩子 或者沒有那麼多受教 那麼多教育的人 就麻木地跟你跟你講 其實這是一個 很多的邪教 為什麼能夠肆虐 就是因為那些人無知 那你說不是啊 現在那些人沒有你講的 文字尾開 你知道一個人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問題 現在那幫黃絲 每個都覺得自己聰明絕頂 覺得我們這幫藍絲全部耍共 覺得我們這幫人 全部是不懂事的 我覺得是為了領領中央那個的好處 所以才出來說謊 我告訴你 我冷眼做了兩年 這個節目 我一毛錢沒有收 我所做任何的生意 都跟中央完全無關 我只是講我應該要講的東西 現在我就告訴你 很多香港人自以為聰明 其實愚蠢到不得了 其中有一幫 就是告訴你 真真正正的蠢人 就是因為這一次 這個黑暴事件之後 就給這個英國人 用這個BNO 扶開放BNO 給你過去 就叫做移民 其實這個不是移民 你搞清楚 你只是過去 是振興他的經濟 而且你到達後 你是送錢給他洗 到你的軟囊收劫 那個袋中無銀的時間 他就會做一個篩選 你沒有回頭路 你又不是啊 我可以回來香港 香港這條路 其實是我給你的 是中央政府給你的 其實如果他做得了一點的 你走了之後 我就取消你香港的身份籍 你沒有後路 但是香港沒有這麼做 不單止沒有這麼做 還要派錢的時間 還繼續派你一份 還有你不行的時間 在英國沒有錢 看醫生的時間 你回來香港 我照樣給你用香港的 那個醫療恐怖 你這間公屋 我都不取消你 但是這些人是沒有感激的 這些人是繼續出的 在英國那裡 是唱衰香港 唱衰這個大陸 那這些二十幾三十萬的人 我以為香港沒有了它不行 但是我就不知道 香港的經濟 是不是因為它們有影響 可能這個根本是全環球 全球的事情 事實上香港現在是蕭條了 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地方 有些舖位空置了很久 大家都說沒有什麼生活 不然就不用政府 帶頭出來搞事情 紛紛 但是這些我就不知道 可能你去到哪裡都是這樣 無論有沒有黑暴 有沒有什麼都好 都是很蕭條的 這個不能夠說一定是這個原因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看到的 我看到香港現在呢 這幾年呢 第一 個個個安心心上班 很開心呢 要出夜街 還有呢 是安靜了很多 還有我們是笑得出 有錢不一定笑得出的話 你沒有錢就不代表一定笑不出的 總之就是知道 在2019年的時間 全香港人都笑不出 現在的原因就是 因為這一幫搞事分子 這一幫這樣的和人 走了去英國 他們不在那裡搞搞振 這個呢 就是一個家裡 在那裡 你不要跟我說 這個人走了之後 顧不顧家 回不回來看老爸老母 這個我不知道 我就是知道 你走了之後 家裡就沒有家徒好費了 我就是知道 你走了之後 我們每個吃飯都安安樂樂 不用每天都單單打打 喂 逃得安靜 那這一幫人呢 就對自己 我記得 我在這兩年前已經有一集 我就這樣說 我說呢 大家千萬不要 因為這幫人走了 有什麼不開心 其實 不知道多好 喂 趕都趕你不走 難得你自己肯走 還有 我們香港有一個規定 一定要七八萬人 你記得我講過這句話嗎 嗯 不可以六百萬 不可以五百萬的 是嗎 那問題一 那你說 那不是的 那你少了些人 那經濟就震停不了了 如果我走的那些 全部是搞搞震 是搞事分子 還要說 是來拿福利的 來拿債的 就是現在你有十個子女 有八個是拿債的 八個是監等 八個是隱君子 那你就寧願要兩個 但是這八個人不肯走 天天來搞事 天天有人走 有些財務公司上來拍門 叫你還錢 那你是不是寧願沒有生過 我經常講這件事情 我真的寧願沒有生過你 是吧 但是你說他不走 那今天就好了 這八個臭小子 八個的 這個敗家仔、敗家女 自己走 好啊 還要說你以後不回來 去第二處自力更新 哎呀好啊 哎呀 我鐵了大床 什麼叫什麼 賠錢送賊都好啊 你快走 是不是 那現在的問題 現在剩下來就是 那些人就不搞事 是乖的 還有呢 就算他想搞事 都不敢搞事 也都不會搞事 那其實這件事情 那這幫人證明了 究竟他是蠢還是不蠢 現在你以為你用一些行動 去控訴這個共產黨 說是因為暴政之下 你需要離鄉別井 需要告別香港 但是現在證明了就是 你走了之後 我們還活得更開心 剩下來的你們的香港的同胞 還比以前快樂 不知幾個人 現在你走了之後 那些大陸人 大陸的客人 雖然沒有以前那麼多 已經逐漸回來了 那些人願意在香港那裡花錢 那這個大病初遇 當然要慢慢時間了 但是你不走 天天來踢行李箱 天天來罵那些 那些 我們的國內同胞 誰過來啊 我們還死得慘 你以為今天這二十幾萬人沒有走 天天在搞事 天天在吵 《壹傳媒》如果是沒有倒閉 你以為這次疫情完了之後 你以為我們 當現在是有 每一個大時大接 有十萬人過來香港 你以為會不會有五千人過來 這個問題 是不是 所以現在呢 它是用這個行動 證明了這幫人是蠢人 它就以為 這個世界有很多問題 其實問題是第一個 你知是誰呢 很多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它自己就是那個問題 現在在講什麼 什麼 什麼 黃絲啊 藍絲啊 講什麼鬥爭啊 講什麼 因為現在 暴政啊 講著 中國的那個呢 就不走一國兩制 講到很多大事大非 就是一個問題 問題就是這一幫人 這幫蠢人 這幫人呢 是助奏違約 就 就以為自己是一個 是一個去解決問題的人 其實是去製造問題的人 好了 那講了這麼多 這麼長時間講這麼多一件事 其實講來講去 但是這些人還有啊 現在香港 衣服這些人呢 政府仍然是養他 仍然是 被他在那裡發瘋 其中一個呢 比標者呢 就叫李慧斯 我一直都想講 上一集就講美國有什麼病 我就想講那裡先 李慧斯講的是 喝香港的奶水長大 他是講的 是香港提供 訓練給他 給津貼給他 拿獎金 就捧到他上天 還要送他去英國 如果我沒有看錯 我會知道 他還要去 用中國的國家 國家隊的教練 來培訓他 那你是不是在喝中國 和香港的奶水帶 但是這個人是曾經 我們不是說他們 是人間轉軌 他是沒有轉過軌 因為為什麼呢 在黑暴那段期間 他是走出來 舉起手勢 是5加1的 五大訴求 大家記不記得 記得 但是在這件事裡面 我們的香港政府是既往不救 好像看不到這樣 依然栽培他 依然捧他做我們香港的單車隊的代表 保送去參加亞運奧運 現在就找他做那個 亞運會的香港的主席 但是最近他在那個 轉播裡面 他就說 他就幫日本人打氣 他說 不知道他會不會贏 這次贏到這個國家隊呢 你知道這個有什麼道理嗎 有多令人發指的行為 就是今天你和你旁邊的那個人打架 男人 那個女人居然和你旁邊的那個男人打氣 打死那個死人 打多兩槌 那你告訴我這個女人還見不到一個 那你告訴我這個女人還見不到一個 應該和他離婚 還有 我不是因為私怨和他打架 是因為 你家裡的兒子 被人給旁邊的那個年輕人欺負 我出去理論的時候 那個男人 動手一腳打我 我就自衛還擊 這個 但是那個 你的老婆 竟然和 當時說什麼 就是 打 喂 不要怕她 和她打過 打死她 喂 你不是這樣做 你現在搞清楚香港 現在你這個國家隊 和這個日本隊 作賽 你竟然和日本隊打氣 你 你有什麼資格去代表中國香港 你那個代表區是叫做中國香港 你搞清楚 但是這個人是 到現在為止 只是一些輿論 去批評 去抨擊他 但是香港政府沒有任何表態 那是什麼代表 他就說了 那是什麼問題 我覺得沒有什麼大不了 那這個也代表了 其實香港的運動界 都是存在了黃絲 在這件事裡面 我覺得 香港的運動總會 是不應該是事由無睹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如果這個 李維斯在吃碗面反問題 做一個白眼螺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後果的話 那這個將會做一個很差的先例 如果我喝香港的奶水 拿香港的好處 拿國家的栽培 我是可以當眾 侮辱國家的 是去做這個反叛的行為 反抗的行為 這個是一個很差的例子 好 第二個是誰呢 就是 拿著 雲雲拿著 退休之後 拿著香港 政府 正在給的 豐厚的長諷 的高官 我認識 我親親認識的人 也有些是副署長 這些人是說黃得不得了 也有些人申請了BNO 過了英國 但是他的優子 還在拿香港政府給的長諷 好了 那你不出聲 你喜歡走去哪裡 好人理你 是吧 那就沒有辦法了 我都不可以 連你說話的自由都沒有 是吧 但是你 但是有一些不是 他是在說 在那個 最旺 這個 是啪鋪事件 在說的是最 那個 激烈的時間 是走出來在一個站台 憨憨而談 大言不慚 講的是他曾經 他說是我寫的 他是公務員是中立的 那個人叫做什麼呢 叫做黃永平 這個就是一個 很典型的一個叫做 吃碗面反碗底 反骨仔 他在當官的時間 他一句話都沒有說過 從來沒有批評過共產黨 當他一 退休之後 他就走出來 掩然成為一個名嘴 在很多不同的媒介裡面 有很多的評論節目 他當時的表現 就等於當時的六部 的香港電台 對這個香港政府 對這個中國政府 懶嘲熱碰 完全是不放這個中央在眼內 在一些示威集會的時候 走出來 推波助瀾 鼓勵那幫人繼續努力 但是這個人 今次今日還是拿到香港的長鋒 還有一個叫做陳芳安生 這個更離譜 為什麼離譜呢 可能大家都這麼離譜 不過他有證據被人抓到 就是去收過黎智英 三百萬 OK 那你說黎智英給你的錢 很明顯就是美國佬 他當美國佬給你的 你是收了美國佬的錢 來搞中國 這個叫亂港四人黨 替人幫 你黎智英 陳芳安生 李柱銘和這個陳日君 是嗎 是 沒錯 這四個已經 其中有三個都已經有證有據收過錢的 這個陳日君更離譜 這個宗教的領袖 你不是應該講四大解雄嗎 你是說 你是做一個以身作則 以世世為壞 有大我世界的世界觀 但是你竟然用錢可以收起來 還有他這麼久以來 慶祝難輸 這個人 已經不需要再暫時不講他 因為他不是拿政府的錢 我們今天講的是他拿政府的錢 這個白眼狼 陳芳安生到今天都還在拿著什麼 拿著香港政府 封口的長鋒 他是完全毫無愧色 好 但是 到這個 這些人收封好厲害的 他如果他不懂得 看風頭火勢 他不會在雲雲這麼多的公務員 AO 爬到上去做這個政務司 當時他是想文秉這個特首的 不過他就楊鳳欣為 就卡一下董建華 讓他的事情什麼都做不到 因為下面的政府官員 每個人都聽他管的 他們全部都可以抽出來 那時候他叫他守黨 這個人在不甘寂寞 在退休之後一直 他是很像彭定康的 但是無事做一個怨婦 拿不拿出來又在那裡說三說四 但是做了事情又不怕刑 在他自己在位的時候 就貪妝枉法 什麼貪妝枉法 他包庇他的大哥那件事 就叫做貪妝枉法 OK 這些人到現在為止是好 好 這個懲罰 他就說一句說話 我現在退出政界了 以前的事情我以後都不會再說 原來我強姦了人 我說以後我都不會再強姦人的了 我退出江湖了 我不會再殺人的了 我以前做了那些事情不用追究 還要政府繼續養他 那這個世界就是沒有天理 現在有一個人 好一些 他不再出來說三道四 但是他一樣 他還要離譜 那個陳邦安心的地方 就是 因為高亞特邦安心一級 有一個特首那個就是林鄭月娥 他不太有長縫 政府還要貼錢衝襲 現在每個月都是賺幾十萬 賺到五、六十萬 租一個頂級的寫字樓 還要安排一些助手給他 全海警的一級寫字樓 給他做這個前任特首的辦公室 這處是沒有事情做的 不用做事的 但是這個人他在位的時候做過些什麼呢 他的態度告訴你 他根本就是一個反賊 他退休之前想到 臨走不怕你了 又說我不支持共產黨 但是我愛國 你說你是一個很差 專門做一件事 你做了一個很差的 就是一個典範 你就是告訴那幫在位的那幫官員 那幫黃絲說聽 不用怕的 我現在走了 我示範給你看 我說我就是不耐國 我就是不支持共產黨 你能出個帳嗎 總之現在沒有出聲 到走那天 你不就跟他翻臉都不怕的 長逢照收 要養有一個好辦公室 現在那些高官還有醫療服務 醫療服務 這樣說法 這個就是香港政府 或者中國政府的監管 就是不力了 你看看一件事 人家那些 娛樂圈 那些電影公司 那些電視台 任何一個 那些藝員 如果說一些反骨說話 對外有些什麼的 和其他一些敵對的台 這個在說的是什麼 是未來眼去 或者在未得同意之下 出現在其他第二個台 立即封殺 你說不續約就說到 在外面放風 我快要去過第二個台了 可以 拍了電影 都放在倉底 寧願不播 是不是這樣的 大陸上 是 沒錯 是 過在倉底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這些就叫做管治 那你說這樣就不是一件好事 人家這樣說 你不要管 現在公主 你今天 是在我的台做我的職員 做我的藝員 你就不要在外面露面 說三道四 我捧了你 然後你有曝光律 然後在旁邊那裡 是做事 沒有可能的事 還有你不要在對外 在那裡說我的壞話 是不是很清楚 除非就可以了 完了約 你出去 你講什麼都可以 但是你今天還在收我的工資 在那裡 我還在捧著你 你就不要在那裡發瘋 很正常 是不是 但是現在的問題不是 香港政府做不到這件事 收到你的工資 繼續發瘋 你養著那些人 在捧賠著的人 你捧著他們的人 你維持這些 就在那裡發瘋 要求外國者治港 沒有要求外國者代表港 這句問得好 要求愛國者治港 但是同樣要求 愛國者才能代表香港 現在沒有這個要求 沒有啊 沒有啊 那這個就有很大的問題 我居然眼光光看著 有一個人代表我們的香港 是出去 去踩我們的國家 他擺到不愛國 但是我居然有份夾錢去養他 我意難平啊 你說我聽 我現在香港政府 養這個人 給他一些獎金給他的錢 這些獎金我有沒有份夾呢 我有沒有份夾呢 我有啊 我有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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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年都交稅 我出去工作第一天都交稅 直接稅 不是間接稅 但是沒有啊 現在香港政府是在說 我不知道是沒有去扶啊 還是在說 是故意肆虐無睹啊 那 那 現在你就是 我數出來就數了就是一些 李慧思這件事 還有黃永平這些 這些 陳方康辛這些 現在我不是追究 我現在不太窮 我現在不是追究 有啊 之前的事情 那些刑事責任 這些應該遲些都要追的 黃永平那些站台啊 陳方康辛那些啊 不要以為你走了就算了 退 什麼 退出政壇了 就什麼沒事了 還有啊 你之前做了一些 有些貪妝枉法啊 你哥哥那件案子那些 有些事情 喂 出來走遲早要玩啊 你不要以為是沒事的 但是現在首先來講 那些慢慢才跟你計算 現在第一時間應該就先剪掉牆封 你不是有很多錢的啊 你不是啊 黎智英不是給了很多錢給你的啊 你為什麼還問我拿錢啊 啊 有沒有道理呢 現在你拿著美國給你的錢啊 例子用什麼理由給你錢 你解釋給我們 你欠你的錢嗎 你幫我做過任何事情嗎 還是你和我們親戚啊 還是你本身是一個慈善機構啊 什麼都不是 你給個理由 我為什麼要給你錢呢 我們經常追究一樣東西 廉電公署有一個條例 它說收入與財富不相稱啊 記不記得嗎 是 沒錯 現在我就講一個道理 現在你那個呢 那個 你那個貴贈 和對方的付出不相稱 貴贈 不是貴贈 貴贈 和這個 他的付出不相稱 他什麼都沒有跟你做過 你和他非親非故 你就不是去顧完 你解釋給我聽 為什麼你無端的給你錢 其實應該有這條例 香港政府的法例 應該有一條這樣的例 這樣就盜住了那些人 是有恐怖活動的 資助的行為 你無緣無故給我錢 當年長毛無緣無故做什麼事 你先去戴絕 為什麼黎智英要支持這個泛民呢 還有我想問這個問題 黎智英用什麼身份去支持泛民呢 黎智英他是政治人物嗎 他是一個傳媒而已 現在他可以有錢拿錢出來 黎智英出來支持 給這個給那個 現在可以給陳日君 給陳方安生 老美代理人 你就是了 那美國代理人的話 就在搞地下活動 很明顯搞地下活動 很明顯就是美國 透過你來資助地下黨 來搞亂香港 和進而顛覆這個中國 當時黎智英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為什麼 到現在都沒有追究這個責任 這個罪名 就是他居然有一次 整幫人集會 推算成為香港臨時大總統 記得嗎 記得 這一點是 當年曾經有提過 這件事 喂 你試一下有一幫香港人 說一千人 那時大概一千人 我記得 去到天安門那裡 站在那裡 然後自己自稱成為 中國現在第一任 第一任的一個什麼黨 順便做現在中國的大總統 這幫人是否要全部抓 全部抓去坐牢 打不打擺 這件事就當你是傻 但是我都要抓去坐牢 是不是 但是為什麼黎智英 那幫人做這個行為 沒有人追究這個罪名 那時候這些事情 你要講一個道理出來的 為什麼黎智英 為什麼你要捐錢給他們呢 原來他們收了錢之後 就在立法局裡面 就幫這個壹傳媒說話 那時候我很記得的 有些議員直接發現 他說現在有些人 是排擠這個壹傳媒 不放這個廣告給他 這些是你們出聲的嗎 這些商業行為 不過是什麼時候 因為他收了錢 就是他們說 他們其實是受益 是幫這些商家人做事 但是都沒有追究 那你說其實香港 是不是當時來講 是不是已經烏煙上去 是不是烏煙上去 是 沒錯 那現在香港一樣 都是烏煙上去 李慧斯這些人講的 公然 喝我們香港人的奶水 然後公然去反國 希望跟日本隊打氣 就是你剛才我解釋給你聽 就是那個老婆 幫那個老公和人打架 和她在香港的家出頭 她竟然跟對方打氣 不要留守 左閃右鼻 她打過來 你試試 小心點 打死她打死她 扎出去 不要放 這個女人 是不是應該要踢到門口 那現在李慧斯 有誰踢到門口 沒有啊 沒事發生 新聞都不見 發生 那為什麼會這樣 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 但是這件事情 是應該誰做事 應該就是香港政府 要資助那個運動總會 是不是 同意啊 現在哪一個 哪一個拿香港人出的機票 派她出去作菜 派她代表香港隊 哪一個給錢 香港政府給錢 香港政府給錢 那我經常有一句話 很廣陰 就是誰給錢 誰給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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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給錢 我沒有打算請你吃鮑魚 不過你想吃你就自己給錢 是不是很清楚 我也是這樣習慣的 如果我去到一些地方 我想吃一些貴的東西 有一幫朋友 我想請了這麼多人 今天我請 吃什麼吃鮑魚 鮑魚好吃是不是 但是不可以人家擺生日宴 叫你去到 想吃什麼 吃鮑魚 你想想那個主人家是不是臉都焦了 是不是 大哥你不是跟我爭主意嗎 有沒有道理呢 現在這個道理 現在你拿著香港政府的錢 你竟然幫我包庇一個這樣的壞國賊 我還要睜眼 繼續要資助你這個人 黃永平 正在受現在香港的長逢 一直在做破壞香港的行為 還在說移民這個名嘴自居 我聽他說話 我聽不夠五分鐘 我就想吃鮑魚 不知所謂 現在封了筆了 封筆的原因 第一沒有市場 沒有人聽他說話 對 沒錯 如果有一天我冷眼沒人聽 我都自動封筆的 你怎麼沒人聽 冷眼兄 不出奇啊 是不是 別開玩笑 這個世界是這樣 不要自討沒趣 你要識趣一點 別人都不想聽 你還說什麼 但是問題是 你做過的事 你要出來承擔 還有一段後果 一段後果就是 它應該香港政府輔助給你長逢 你對香港有什麼貢獻 喂 你以前 不是 我們這個是因為以前這麼多年的服務 它應得的一個退休的福利 是不是很清晰 是不是 是啊 沒錯 但是一個問題而已 你以前救過有個有錢人的兒子去淹傷 你跳下去救了個兒子 那個有錢人感激你 這樣就給你一份工作做 養你 是不是很正常的 是不是 OK 但是你後來之後呢 你真的強姦了他的女兒 然後你就告訴他 強姦萬強姦了 現在說一樣可以救過你的兒子的 你都一樣要請我 我不斬死你的偷笑 是不是 但是現在不可以因為你曾經救過我的兒子 我又不可以讓你怎樣做都可以 現在同一個道理 不可以因為你曾經在香港做過公務員 有一個長期的服務 你就可以亂講話 你知不知道當時他在那個大會那裡說 當時有百多個政務官 聯署要求香港政府開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調查這個香港警察 有沒有黑暴 有沒有警暴 你見不見 記得 是不是這樣的事 喂 你是說在香港水深火熱的時間 你是大隊出來插香港一刀 你怕香港不死 如果當時真的被你得逞 搞散了那個警隊 我們今天會不會和你開麥克風 談一刀是個問題 你猜香港如果當時淪陷了 或者解放軍出來接管了香港 香港已經散了 你猜我們過去的日子 會好得這個烏克蘭現在的人有多少呢 你告訴我吧 你其實你對香港的損害 陳方先生你們這幫人對香港的損害 你認為香港做了一樣的好事 但是比如說一成的好處 當你一成的好處 曾經為香港付出一個努力 但是你害過香港的東西是十倍以上的 你收錢做事來搞香港 你這些你都還沒有面目 在香港收這個場地 但是今時今日就是有這樣的風氣 就是有這樣的事 每個人都呢 你能出一個賬嗎 那麼這個世界不是一定是出來不賬的 好了 我現在看到這個是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一個病來的 我們看一個病 首先就看這個病呢 是否需要熱 如果是小病 無傷大壓力發臉 你生一顆粉朵 在一些私密部位 根本沒有影響到外觀 又不會發財的 那就游去啦 是不是 很清楚啦 但是不是喔 那個會開始變癌癌了 那就一定要知道 好了 那醫治之中就有第二個問題了 又沒有得醫 那如果你說 根本這件事沒有得醫的 那就無謂想啦 沒有得醫的 就是現在 是 不可以浪費時間啦 那我就不如想想 就多開心就把這些錢全提出來 喜歡吃什麼吃什麼玩什麼玩什麼 但不是喔 有得醫的 不要亂危啊 大佬 就快去找個好醫生去醫 但是現在那個醫生就不會醫你 那我們應該怎樣做 是不是應該會換一個醫生 對 正想說 換醫生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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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 剛才我說這個現象 這些白眼睛 在那兒跑來跑去 洋洋得意 你吹嗎 我喜歡 我喜歡踩踩踩中國 我喜歡跟日本人打氣 我喜歡出來說三說四 我是啊 我是啊 我是出來支持黑暴啊 我收過美國老錢啊 你吹嗎 但是這個時候是不是這個時候 是不是應該香港政府做回一些事情呢 嗯 應該啦 是吧 好啊 那現在呢 做這件事的人 那香港誰說事啊 現在 特首 特首話事 是啊 如果下下都要中央出手 中央出手 嗯 如果下下都要中央出手 如果下下都要中央出手 我不需要你就特首了 是吧 嗯 現在我不是叫你白白去醫我 去醫醫這個人的嘛 我給你醫藥費的嘛 但是你醫完之後 我不是應該換一個醫生 好了 那現在李家超對這件事 不要說是視若無睹 總之他就暫時沒有什麼做出來 沒有去追究這幫人 也都沒有去停止這幫人 繼續代表香港 那有兩個可能性 一就是說 他不想理 或者他覺得這個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任由他 沒有去搞這麼多事情 是不是 第二個可能性是什麼呢 就是他根本沒有能力去改變 做這個事情 做不到 好了 做不到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就是能力不夠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太多人在這裡搞 很簡單的嘛 我不是不想來找你 大哥 我沒有車嘛 十步風球怎麼來呢 那這個就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現在我們要看回頭 其實我到現在為止 我看到李家超 是未夠信心 和未夠堅持 現在你要知道 香港人最差的一件事 我講的 香港人是難管過澳門一萬倍 你知道為什麼嗎 香港人 自由 自由 所謂的自由民主人權 西方式的 不是 不只是這樣 香港人是教壞了 香港人是 剛剛你所說的 就是 就是 很追求 美國人 這些三十年來教他的 平等 他去到怎麼教他呢 教到要搞一個平等委員會 以前哪有這件事 他怕你不記得 叫香港政府 設立一個平等機會委員會 就是我們人人都要平等 什麼都要平等 你看是不是 是啊 沒錯 沒錯 是吧 講人權 講自由 講這件事 但是香港人呢 但是澳門的人 你留意一下 你在澳門 我在澳門住過半年 我和澳門的人很熟 OK 我有很多澳門的朋友 所以我可以回答你 很清晰地告訴你 你認識澳門的人 我認識的 我認識 我在澳門有地址 我在澳門有輛車 我還在澳門開過一間公司 我夠不夠權威 都夠了 我真的住過 是 澳門的人很順 澳門的人很順 不是那麼難管的 但是香港人就麻煩 又要威 又要戴頭盔 又要威 又要響 又要救掌 你知道嗎 就是你給錢 很簡單 你這樣你又不太明白 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給錢一個人 他還要說一句話 說明白 是你給我 是你監我要的 我其實不想要 是啊 我不想要 是啊 是啊 是你給我 我本來我不想要的 我給面子才要你 是 因為又要 又要響又要獎 你明明的道理 是 現在問題就是這樣 香港人就是這樣 所以 李家超是很難管的 這個位 強於 強於誰 強於梁振英 他都很強的了 已經很夠膽的做 但是你搞清楚 他當時是說的 不是好像現在 有個國安處 鎮住這幫人 還有二十幾萬的黃絲 鳥獸散走了 還有那些 原來當時 國安家出了之後 就是要求 香港那些公務員 要宣誓 效忠這個 中國政府 和這個國安法 你記得嗎 記得 是的 特區政府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中間政府 是的 沒錯 但是結果 是有百多個政務官 是不肯宣誓 就是AO 不肯宣誓 而離職的 那你 你去思想一下 你沒有了百多人的阻力 當然是好做 是不是 好了 現在說的是 清除了這麼多障礙 理論上 李先生 你不應該容易做很多 但是你結果 你出來現在的表現 好像更難走 比梁振英 當時梁振英 在那個環境之下 他都可以一錘定音 第一名出來 未曾正式就任 特首已經是宣佈 沒有雙飛這回事 大家記不記得 沒有人再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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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是 他當時拿那個決定 說的那件事 其實 繼正來說 他沒有資格說 因為他沒有接受任 就算我告訴你 你是這間房子的業主 你給的錢 是你的了 但是我都還沒有 在那個契那裡 還沒有接給你 連賭廳都還沒有轉你的名字 你都沒有資格 沒有權就沒有更好 對嗎 對嗎 這是道理的 但是他不理 他照樣走 因為這件事一定要走 這就叫做權擔 在今時今日裏面 你無上權威的 中央比太偉利 說明我只有一個候選人就是你的 策定是你做 我無限量支持你的 你不要失望 你怕什麼 為什麼你這麼大聲 因為老闆叫我做 那老闆叫你做 你什麼都這麼做 我老闆叫我做 我為什麼不做 還有我在做這個位置之前 我曾經跟他發過誓 我要幫他搞好這間公司 那我現在為這間公司好 我做一些事情出來 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老闆這麼相信我 這麼看我 我什麼都不做 那我做不做得住這個老闆 做不做得住我這個位置 那這個就是私費掃餐 我不是這個人 如果你今天做很多決定 有人 我告訴你 當時曾經任權 當選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個口號的 他說我要做好這份工作 是不是 沒錯 是 我要做這份工作 對 那個層次低到不用癢 是不是 是 但是如果我是李家超 我無論做任何事情 我就是講一個原因 為什麼你要 make a decision 因為我要對得住香港人 講原因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因為我要對得住香港人 我想你得到一個上升 黃營 藍營 都無話可說 是不是 我不是要對得住這份工作 我不是要做好這份工作 我是要對得住香港人 不是要對得住我做特首這個身份 如果我這樣都不做 我現在對不起香港人 現在這幫這樣的漢奸 是毫無後果 那些人喝香港的奶水 是在東延 在人家面前 去踩自己的國家隊 幫日本女生打氣 日本人在這段時間做了什麼 他排核污水 他已經是一個無恥的國家 他不是一個友好的國家 你知道現在 我講一些資料給大家聽 你知道現在排了污水 你知道現在全世界有多少個海 出海產的國家 現在負不堪言 有多少個 有多少個 我聽回來最少也有十幾個 中國 已經積極研究在內陸養魚 不是 在新疆那裏有魚出的 我知道 但是現在是深化研究 嗯 是講一些 以前我們只是集中養一些 一些品種 因為有些是一定要海養的 但現在都要研究 連那些 平時我們不是在想內陸養的 那些品種都要拿回來 內陸養 這樣一個大好 一個這麼大的 全世界的70%是海洋 的地方 是不可以用來 用來養魚 用來製造食物 你不是這樣做 這些國家 你還要和 不 它不同的 日本人打氣我都沒有那麼興趣 你搞清楚 如果它不是和日本人打氣我都沒有那麼興趣的 但是它現在和日本人打氣 這幫人是什麼 你知道什麼 這幫人簡直不知所謂 日本人贏 其實贏與輸是一個牌子 贏了 敏心講 我經常講的那句話 史諾比講的 它說500年又如何 你贏一個牌與輸一個牌 根本好笑 但是你的牌污水 就不是500年後又如何 沒錯 是500年後又如何 你搞清楚這個問題在哪裡 現在美國佬現在講的 迫迫俄羅斯 在世界上製造這麼多動亂 搞這麼多的事情出來 它最終最嚴重的後果 什麼都假的 無論你 充公俄羅斯那些錢 什麼都不是最嚴重 最嚴重的後果就是 你逼到俄羅斯出核彈 是講的毀滅地球 這些國家你是不可能支持的 不可能聽它怎樣 但是現在很多的黃絲是聽它怎樣 還要走去那些爪牙的地方 移民去英國 移民去加拿大 真是傻到傻到沒有譜 就是有個人是講的 在那個大廈裏面 有個業主 專門在那個大廈裏面 是四倍倒垃圾 還要講的在那個後巷裏面 是倒譚冠 就開了一個大檔 在那裏賣兵 搞到烏鷹障害 接著開了雞豆 你居然跟它說 我想它還有很多空置 但是你打算去 還要租它的單位 用來支持它 你是不是傻了 現在你走到英國那裏 又買樓又買盛 又在那裏做廉價勞工 你慘不慘 去那裏有很多工 是沒有了人肯做 找不到廉價勞工 現在你香港人是說 書磚降貴本來是醫生護士 是一個高級的經理 走過去做什麼 做倉務員 還要是尖尖自起 為自由而戰 你想一下 你說香港人 我今天講到今天總結 香港人好像很聰明 其實是聰明笨蛋 聰明反被聰明 你很聰明 你找到一條路走 每個人都找不到 不過找到那條叫做死路 今天講到這裏 謝謝冷眼 感謝你 謝謝冷眼 謝謝冷眼的分享 非常精彩 我們要知道 香港人 千萬 要選一條活路來走 不要選一條死路來走 多謝大家的支持 記得訂閱大為上日的頻道 留言 點讚 分享 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各位 拜拜 拜拜